在圣经中文和合本的生命纪三十二章第八节 那里说 至高者将地业赐给列邦将世人分开 就照以色列人的树木立定万民的疆界 若按照原文希伯来文的意思 这里还可以有另一种翻译 是说 至高者将地业赐给列邦将世人分开 就照神的重子 意思就是天使 立定万民的疆界 有的圣经学者就根据这一点 认为每一个民族或国家 都有一个守护天使 这个说法至今仍有许多的争论 不过不管是怎样翻译这一节 接下来第九节的意思依然是不变的 那里说 而耶和华的粪本是他的百姓 他的产业本是雅各 神不管怎样划分世上的民族和国家 但是只要是信靠神的人 神就都把他们划为自己的产业 是与永生的至高神有份 想想看这世上的国家民族 在人看来实在各有千秋 有的国家人多 有的富强 有的文化水准高 但也有的国家和民族 景况恶劣 但是感谢主 只要是主的子民 不管在哪一个国家或民族里 都有一个永远蒙福的荣耀身份 就是神的产业 你听了之后 是不是也愿意得着这样的永久身份呢 那么不要迟疑 赶快就来认识这一位独一真神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